這是我的CRF150L 他是全世界上最可愛的阿福 我會這樣稱呼他 是因為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他陪我去了很多地方 不管是有路的 還是沒有路的 而第二個則是 他除了陪我去很多地方之外 他還很耐摔 不管是摔爆的 還是沒有摔爆的 自從牽了他之後 從第30分鐘開始 我就再也沒看過他是完整的了 雖然我很常摔他 但這並不代表我不愛他 有句話說 愛之深則之切 就是因為我夠愛他 所以他受傷了 我幾乎都不去理他 總想著等他壞了 他就會自己跟我說了 但是我始終等不到他說出口 為了迎接我和他接下來 要去一條隱藏的領導 挑戰應耐力 所以我決定來替他變身一波 今天呢 是9月28號禮拜二 現在時間接近2點了 我們又來到了戰役 看到呢我現在人在這邊 就知道我上一次呢 不知死活 這一次呢我要不知死活第二次 我們在這禮拜六呢 即將要去幹一件大事 因為我的阿福呢 他已經有怪怪的 也不是說怪怪的啦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這禮拜六 我們要去騎XXX的領導 基本上我的阿福呢 他現在已經變得 跟之前長得不太一樣 在大家沒有靠到他的這段期間呢 裝了新的護工 這個鏈條呢 我也把它換成新的 這次來呢 我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終於要把這個 原廠胎 給他換掉 可以看到啊 騎到已經平成這樣了 我也算是非同小可啦 基本上已經可以說是等於公路胎了 對啊 今天我們就來換他 裝個小紅胎 有鑑魚啊 現在好像網路上蠻少小紅胎的資訊的 所以等一下呢 我會請我們的豪豬兄 一起來為我們講解一下小紅胎 他的原理 那硬硬這次XX的領導 不知道不會硬 多買了蠻多東西的 我們的阿福可以說是 已經要準備完完全全的變身了 所以追求極致輕量化 我們還買了一個鬼面好不好 來把大燈拆掉 因為我們要把車載過去啦 所以就不會騎公路了 然後來這邊呢 我順便買了一個 把手套 我覺得有這個啊 真的超級方便的啊 我就可以直接把GoPro的電池 什麼全部裝在這裡面 在網路上看到的時候呢 我直接來買了一個 極致輕量化 裝上去之後就會少了 聽說是少了3公斤的這個排氣管 我也不敢換太炸的啦 應該是有消音塞啦 我們等一下混完之後呢 再給大家看 今天的任務非常簡單 為我們這禮拜六 希望是不會摔爆啦 準備好好來看一下 我們阿福變身之後的樣子 今天我們這個非常榮幸 我們邀請到了我們的豪竹熊 來為我們施工我們的這個 這是什麼 小紅胎 軟胎 反正軟胎就是裝的 讓你吃軟不適應 吃軟不適應 我這個吃軟不適應 那等一下有勞你來 為我們講解一下它的原理了 我們促進這個台灣的經濟消費 它其實非常專業 第一個步驟啊 就是先去拿飲料來喝走 哈哈哈哈 這個也是幹話 來改車還有50人可以喝 非常感謝他 拿著一個輪胎的男人 因為啊我們的阿福呢 跟我們的橘白是不一樣的 阿福還有我們拉力的那個輪胎呢 它都是有內胎的 多一個內胎要換 看它蠻熟練的 常換喔 常換喔 當然喔 對喔 就是小紅胎啦 看到內胎就直接 遜 打氣嗎 本身一定要維持100 到110PSI 阿然後外胎可以放到0 外胎可以放到幾乎 沒有氣在一起 喔沒有氣呢 才可以獲得那個 最好的那個抓地力 不到五分鐘我們的輪胎 就已經快下來了 還沒撞彎耶 對啊沒彎吧 還沒彎耶 那就是騎得不夠不認真 對 換輪胎就可以知道 一個騎士有沒有騎得認真 等一下這邊要貼它的布的那個膠帶 阿福的原廠框兩孔 要把這個孔擴大 塞另外一個小紅胎的 所以說越野車基本上 它的框都有兩個孔是不是 就是兩個氣孔 全的越野車基本上 會給你兩個孔 這個是以前要讓你裝夾胎器的 像是比較好的 像歐洲車來 或日本的競賽車 對 它夾胎器已經裝好了 再上了 對啊這比較寒酸沒有過 欸不要這樣好不好 跟你們不能比的啊 至少它有流孔給你有誠意 對 至少有孔 有誠意的 阿如果沒有孔的話怎麼辦 自己在打孔 自己磚也可以 這個是準備的那個 求生毯 濕溫 就是把這個 打開然後把身體包起來 站上 晚上溫度很低 一定要包起來 要保溫啊 那個爭取救援的時間 我們今天就 一定要送一顆給我們 OK 但是希望你不要用到 所以用了 希望我這個有沒有 永遠都不要用到 預備著 送給有趣的車 人很好欸 保溫 對 保溫啊 我們有備無患啊 對不對 有備無患啊 阿福的框呢 從來沒有這麼乾淨過 這是它第二次這麼乾淨 第一次乾淨的時候 是在牽車的時候 就是消毒嘛 是嗎 現在是消毒嗎 三口先消毒 小紅胎 叫小紅胎的原因呢 外觀是紅色的 又小小一個 小紅胎就是打100磅 它把那個 外胎跟這個 主角成兩個氣勢 分開打 這小紅胎這外胎 外胎就0到10 騎功率就可以 再打多一點 對 後來騎零到啊 難度越來越高 都希望把那個 輪胎胎壓放頂 正低它牽引力 抓地力就比較好 撞到那個 像這個直角啊 或者尖銳石頭 撞一下那一胎就是 都被這個頂到 就破兩個洞 就破了 他們就俗稱蛇咬 就一破就兩個洞 被蛇咬到的那個痕跡 不漏又跑不上去 超低力又不夠 對 小紅胎出來之後 超讚的 輪胎壓 撞不破 超讚的 你這個嘴臉 我一定要把你放上去 聽很多齊悅人 他們也都說小紅胎 就是很省啊 雖然是美國的品牌 但是呢 是我們這個 台灣的健大輪胎 Made in Taiwan 所以呢 也算是另類的 台灣之光了 促進台灣的經濟發展 沒錯 就穿過去打個小紅胎 然後這個穿過去 你看喔 這裡有個洞 就打在外面 他也有磨耗的問題嘛 對不對 小紅胎如果 你都要把他的氣 保持在100 到110 蓋上的螺絲啊 頸部都要上來 我們也有人用 用了兩年 三年還在用 壞掉就是兩個 就是一個 小紅胎的氣不夠 他那個 也是會跑掉喔 然後他這個氣嘴 就容易給他 會拉開 就是他整個裡面的那個 固定的位置已經不見了 然後再一個就是 小紅胎並不是無敵 零胎啊 有的人破了 他以為其實沒有氣 他一直騎 其實會一直耗損 這個小紅胎 外胎會去磨到 會壓到他嘛 磨到後面 其實他也被穿透了 騎完車把外胎打飽 對 隔了一兩天再看 如果胎壓穩定就是OK 因為有的人破胎 他不知道 軟軟的再騎 就容易耗損小紅胎 以你的騎乘方法 應該是兩天換一個吧 一天加兩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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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好 要上班耶 我們一天一天 三到四次 對對對 對對對 都忘記你要上班了啦 對啊 我在上班了耶 因為我現在認識你 到現在你不是在醫院 就是在林道裡面 看男人的疤痕 膝蓋之前受傷 開刀 十字刃再開刀 攝帶 要小心拿好不好 要小心 還有大條的 給你看一下 我們的輪框上面呢 都有一層紅紅的東西 打滿氣 看看他的狀態 現在大概打到 一百 這很硬喔 一百放得很硬喔 真的很硬欸 外胎的胎唇就卡在這裡 被他劍開之後 就變成另外一個氣勢 你看喔 這個外胎的 就是打外胎 小紅胎就是 這裡打 這就是小紅胎 對就是這一個 很重要 一百磅到一百一 一定要維持住 還就是這樣 他才不會直接去蹬到框嘛 對不對 對 可以看到呢 我們要換的這個輪胎啊 跟我們換下來這個輪胎啊 他的尺寸就有非常大的差異 最明顯的不同就是 他這個顆粒 顆粒跟顆粒之間的那個 空隙比較大 如果我們今天在騎泥巴 或是一些 沙子比較多的地方 他可以比較快排沙 對 這裡如果越寬 越適合殺地啊 年齡地 健大的越野胎啦 我沒有在管他換什麼尺寸 騎得上去就好 對這個IBEX 就是軟胎的意思 喔IBEX軟胎 K774齁 對 K774 非常帥氣 這條胎就是這禮拜陪伴我的輪胎了 公路非常的不耐磨 騎他去環島 你磨完之後變成這個熔胎了 把顆粒磨完之後 欸我一胎兩用欸 欸我這樣才環保吧 就是要讓我以後都叼在軟胎了 因為他去騎土路很好騎嘛 抓地力很好啊 就是會回不去啊 你就會明白一件事情 幹我們都被你這種人套路了 不是 你就明白一件事情 因為 原來這些人不會騎車 都靠輪胎而已 我們前輪呢 這已經磨到這邊 前面比較頂 後面比較多 因為他都是朝同一個方向轉向 差不多了好不好 差不多可以換了 帶起的前輪導向的品質 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喔 一定要好 這個呢因為我們 買不起滑粉 我們用爽生粉 要買那種便宜小怪 買一送一那種 這個呢就是 讓你的內胎 完全的伸展開 不會太Q的 而且他這個我發現 他有另外一個功效 他變很香 滿香的 就是很香 就是你破胎的時候 可能聞到香味 糟糕了破胎了 對對對對對 所以他有另外一層意義上的功能 喔香 小時候的味道 我想到你嬰兒時期就對了 口腔期的時候 好像有一個嬰兒在那邊 白色的啊 嬌生啊 對啊嬌生 後來嬌生變高級變胎 對高級的 那你怎麼不買嬌生的 因為太貴了 哈哈哈哈 粗小的東西 在裡面那個 什麼嬌生啊 那我的新胎呢 也是非常的帥氣 裝上去之後 沾到第一個東西 不是泥巴 是爽生粉 我們這個越野胎呢 它的平衡呢 跟我們一般 像橘白的那個 平衡呢是不一樣 因為橘白胎就是 貼一個長長的鐵片嘛 我們今天來入竹 我們要用入竹的方式 對 拉這個入竹 你不要講入竹嗎 是你先起這個頭的 你一個入竹達人喔 他不只會休息他 他還會入竹 糟糕啊 別人都入三四塊 你才入兩塊 沒有 這代表 這代表原本就夠了 不會動了 有沒有完美狀態 看來是差了一點點 哇這個追求完美的男人 完美 完美 哇 完全不會動 現在我們要來把我們的 輪框給他裝回去了 我騎完那個拉利亞 我再回來騎150拉 昨天這樣騎就是有點 感覺有點太硬 你被寵壞了 真的拉 那個騎碎時路超爽的 完全沒感覺 軟來一台軟來一台硬 禮拜天讓你硬 禮拜天對 見真章 沒錯 這一趟呢 我們追求什麼 極致輕量化 我們要跟這個可愛的 阿福的頭說再見 即將變成這樣 喔 紅頭的 帥死 人家改車呢 都是把它改的亮晶晶 我們改車呢 我們反而要從亮晶晶 把它改得破破爛爛的 這樣我的車又更邁向輕量化的那一部 經濟車嘴臉 嘴臉 對 經濟車嘴臉 傻虎功課 傻在那邊啦 最好是它邊騎的時候 它也會微微的抖動 這樣才算 你要幫我晃腦 對對對 要自動就好啦 不行啦 這樣晃得太大力了也不行 這裡沒有洞 現在你就要化身為 有洞就轉來難了 晃腦看著怎麼 輕量化第一步完成 我們這個紅面壓 非常的帥氣 幫助我抬車抬起來的時候呢 少了一點重量 應該可以多台兩次車 不是問題 輕量化的最後一步 這個據說是少最多的啦 應該穩 來一個前後平衡重量的境界 對 50% 我們要輕量化 我們每次要追求那個平衡的 對 我們不能一邊 一邊重一邊輕 這一次我的輕量化 你給我幾分 待會大概有95分 不要裝最輕的 裝什麼裝 因為我們這禮拜是高強度的 我們朱哥說我們這個護工 它有安全性的疑慮 這禮拜打算讓你那個 起到整台接力 消耗大概2萬卡路里 讓你的體脂率 降到大概5% 那個護工有一邊就是 已經塞到變形了 就是它有點變形 那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 選擇換了開放式護工 這樣呢 我們也可以少兩個這個 塑鋼鋒鋁合金 我們也可以少兩個 兩倍這個重量 這是對輕量化的車輛來說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欸不是那個我還要啦 那個我還要 幹你直接把他掉到上 不可以 你不可以這樣啊 你不可以這樣 因為我可能去玩這趟之後 我的開放式護工就爆了 走上去之後呢 紅麵鴨就變成完全體了 紅麵當歸鴨 這是我的CRF150L 世界上最可愛的 紅麵當歸鴨 至於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那又是下一段故事了 戰機戰機 紅麵鴨 哇他變那個 絲牙獵嘴了啦 這樣有沒有騎車 超屌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下面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按黑鈴到見囉 掰掰